好 我問一百個臺灣人說 希望臺灣的經濟能夠更好 我相信有一百零一個希望說好 那我說大家變得也比較有錢 問一百個一定有一百 又一千個人說 當然希望大家更有錢 那麼誰可以讓你更賣可賣可 那大家左想右想 在陳水扁的年代裡面 好像有幾個人還真的不錯 好 我們今天等會會超級比一比 其實這裡面有林權 陳菊跟游錫坤 當然我們並不是替蔡英文總統 來設定誰要選誰 可是這裡面背後都代表著不同的故事 你很好奇 我把游錫坤放進來了 為什麼等我們要解釋一下 游錫坤可是不得了的人物 在當時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臺灣很多的數據都被他打破了 可是我們先在這個問題 我們先稍微來談 我們先來談一下林權好不好 林權這個人很特別 為什麼說特別呢 因為我這麼說一句話 這是一個幕僚的告白 所以我也想聽看 玉珍瞭解的這個林權跟這個蔡英文 中間有沒有什麼樣的故事 那麼曾經幕僚主告白說 不是每個人都想入閣當炮灰 再看一次 就是林權和蔡英文 這個政策研討時 常常會爭鋒相對 那有人就幕僚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要跟小英工作是風險大 並不是每個人都想炮灰 他說現在是民進黨 由起來最團結的時候 每個人都食眉善目 都忍著不敢得罪蔡英文 但是這些年跟在蔡英文的這些所謂政治幕僚 這個智庫學者也跟著水廣 水漲船高成為鷹派內閣的這個可能將來的指標股 但是問題在這裡 其中有一個最經典的事情是林權對若干政策的堅持 甚至會面對蔡英文的時候 也毫不退縮 就剛剛我們施中講的 其實林權很應景 他說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當時他們就是兩個人在吵架 就說這個林權就說句話 以前以後是你做總統 就你做決定 不聽我的也沒關係 明年一月十六號 因為這個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號 他說明年一月十六號之後 再也沒我的事了 不管這些 意思說一月十六號 你讓你去 讓你去 我不來插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小英怎麼回答 小英說 如果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的人 還講出這種話 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意思 他回嗆這個林權 看起來他們兩個關係很好 有人說林權 替他擋了很多子彈 對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林權 他個性蠻硬的 那所以在整個二次金蓋裡頭 你看只要想到二次金蓋 就會想到匾家的海角七億 就會想到一大堆的這些所謂的 跟政治獻金還是行賄有關的事情 可是林權曾經就是他全身而退 而且他之前還講過 他說林權說阿扁多次來打電話 跟他關說人事 就是說其實在二次金蓋裡面 有很多的人事案 是 阿扁跟吳淑貞收了錢 然後要他安排位置 像最有名的就是陳敏勳的那個事情 一千萬 對 那陳敏勳的一千萬 他那時候說他本來要安排 他接大華證券的動作 可是後來這個林權 安排他去接這個一零一 對不對 可是接一零一 邱毅就曾經痛罵說 你那個一零一的位置 本來是交友輪的 結果陳敏勳 結果陳敏勳去搶了 他是買官 那這個問題也牽扯到 讓陳敏勳後來從這個中華開發 就是其實陳敏勳跟他的淵源是從開發的 這個爭奪中華開發的精英權 跟所謂的金童玉女 跟孤仲淫的那個戰爭開始 那所以林權他脾氣很硬 而且他其實執行力是很強的 我必須先告訴大家幾個 就是說他原來是一個學者 而這個學者本身是偏藍的 那後來是應該這個叫做什麼 從黨外時期開始 其實你如果去追蹤林權 所有的相關的背景 他跟誰最好 他跟曾巨威 因為他現在的老婆 兩個都是稅務 都是稅務專家 都是財稅專家 那曾巨威後來 當了國民黨的部分區 而且他現在的老婆吳佩玲 還是曾巨威的助理 那林權說 我這個要到財政局去 進水樓台先得月 對 要到這個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然後希望這個曾巨威 幫他推薦一個學生過來 結果就是吳佩玲過去 當他的這個助理之後 才變成了現在相差十九歲的第二任老婆 林夫人 對 林夫人 就第二任老婆 因為他第一任老婆生了兩個女兒 就是他的大女兒林如山 已經六十九年次的 就是已經三十幾歲了 所以不可能是吳佩玲生的 那當然 對 所以這也要讓大家稍微認識一下 那林權到了財政局 剛剛其實竟然有講到 就是說因為另外前面的局長雙重國籍的問題 那他到了財政局 你看 林權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因為當時台北市政府的這個財政 是很惡化的 結果他在 因為台北市政府說 從民國八十二年以來 他的整個負債 就一直不斷地在增長 可是林權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 就是發行了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公債 那這個公債呢 讓他一下子就下降了三十一億的這個利息 光利息就省了三十一億 所以這個事情就公債 錢進來了 我利息就省下來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他當時其實我們講說BOT BOT 有很多的BOT 其實都很有爭議 好像奉送給財團對不對 可是林權當時他做財政局長 他也認真的在做什麼 他把國際金融大樓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101 101就是在林權任內包裝 那是最完美的BOT案 台灣縣最賺錢的BOT案 就是林權做的 還有金華 厲害 金華酒店 金華酒店 這也都是 所以其實這些所謂的這個 讓市庫進了很多的賬 而且大家這幾年下來 其實都認為說這個BOT是非常好的 完美典範 對 就說不是那種圖利奉送財團的 因為那時候光國際金融大樓 很多人要去搶 就是說雖然整個重劃區 那時候大家覺得說鳥不生蛋 可是他整個的價值 會讓大家覺得說 整個信義計畫區的打造 就是從這個案子開始 所以林權在財務的規劃上面 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只有一個負面 剛剛金融有提到說 他的政策有很多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做得很讚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林權從以前這個李登輝的執政的時代 他就一直主張正所稅 所謂的民進黨版 正所稅 我們來 這是很堅持的 對 所以每每我們真的不慎唏噓 當時的林權在阿扁政府的 這個財政局長裡面 做出一零一典範 那個替市庫賺上好幾百億兩百多億 同時間金華城也是一個成功案例 表示他跟財團是說得清楚 這是市政府的地 你要來這邊做生意 你就要付給市政府錢 那是最完美典範 這狠狠的左打了馬英九 又打了火龍兵 所以林權是個狠角色 林權不只是這一些 我覺得大家印象最深的 應該是還有包括這個最低稅負制 對 在中華民國歷任的財政部長 我從來沒有聽過可以加稅成功的 永遠都是減稅 因為減稅會有選票對不對 減稅會有漲升 可是也讓我們的稅積大幅流失 可是林權居然可以加稅成功 最低稅負制 這後面其實我知道就是 他很有耐心的在政策溝通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一方面也許就是說像世聰講的 林權有他性格上面 很堅持很剛直的一面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政治素人 從他擔任財政局長臺北市 那乃至於到扁政府第一任的主記長 後來的財政部長 那甚至中間還歷經了二次金改 還有好多的事情 可是他也推出了所謂的金融六法 那麼很多的改革 乃至於這個有關於這個能夠加稅成功 我覺得在這裡面顯示出他的專業能力之外 他是有一定的政治能力的 我真的想把李素德抓出來 對比一下 然後對著這個就是林權 跪下來磕頭 老哥我錯了 我減了一堆稅 台灣經濟還沒起來 你加稅 2006年 2017年 台灣經濟還大漲 對 其實我跟你講 那你覺得最難過的是什麼 到扁政府執政後期的時候 政府的收支是平衡的 甚至還有點點結餘 你知道嗎 是的 2007年 2008年結餘了 而且外資那時候 2007年還創造了高峰 對不對 我請問你現在馬政府執政 8年的結果是什麼 2007年 2008年 兩年加進來的外資總額 等於馬政府8年的總和 拜打一次馬19 那用了最敗家的李素德 而且我們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不是說 他通過了最低稅負制嗎 我們不要忘了 那個時間點的國會 是國民黨佔多數 民進黨其實是少數 那不夠應用 那這個最低稅負制是什麼 那不夠應用 還有更應用的 有各種方式免稅對不對 免到最後可能他都不要繳稅了 所以林權才會訂了一個 最低稅負制出來 希望把稅收追回來 那時候曾經有十大公敵 其中有三個人 他的所得是 每年是用1000萬到億在計算的 只有繳稅是零 因為他都用鎮宇的方式 把他的所有稅全部都轉嫁掉 在家裡隨便拿一個玻璃說 我去贈送給一個藝術館 藝術館就是他家開的 就免稅了 所以當時就有個最低稅負制 600萬的收入以上 你就要瞌睡 沒錯 那這個就是林權推過的 所以我們才說 他其實是有政治溝通的能力 他絕對不會只是單純政治素人 那這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可以在一個 怎麼講 就是嘲小野大的那個環境裡面 他還可以說服大家要通過最低稅負制 可是你會發現過去馬英九在這八年的時間 他的政策溝通能力真的很糟糕 剛剛把李舒德抓過來 真的是狠角色 傑銘這裡面有幾個面向 我那時候在跑財政局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臺灣的金融秩序會這麼糟 那個農會信用合作的時候 常常就擠兌 呆帳 對 三不五十就要把那個金錢 那個我們看過那麼多錢 都堆在這個桌子上 都堆在桌子上 那時候就是 就是這邊是櫃檯啦 有炸門嘛 那旁邊就有一個桌子 然後只要這家公司 這個信合社可能出問題嗎 他就要把那個鈔票對不對 從央行計劃來抓 堆起來像山一樣說 我們很聰明的 不用擔心 很聰明 那時候我跑財政局長林全的時候 常常碰到 那是臺北市 你知道後來有個財政部長 叫李庸山 他也沒有辦法處理高企 鳳山信合社 所以才把林全從主機長調來 當財政部長 他也處理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 為什麼他很英勇 國民黨黨產 他是召集人 追討 黨產是在他手上 我跑過這個新聞 我那個時候是在跑國民黨 他跟張哲成交手 我還記得在這個福華飯店 對面的空軍軍官那個中心 官兵中心 這個過程你知道是什麼狀況嗎 我想電視機前面很多觀眾朋友 大概不太清楚這幾個事情 石劍堂 石劍堂 你知道石劍堂 年紀要夠大才知道 對 我的年紀夠大 在中華陸的國軍文藝中心 再過去一點 大概現在是中游嘛 那是他討回來的 這麼厲害 二零零三年底 那個時候非常重視 要把不當黨產討回來 那他是財政部長 那那個過程當中 他要去把他清除出來 那本來他們要叫他假扣押 可是那過程他說 那我錢不夠 那我沒有辦法假扣押 他本來要叫他打官司 他說我大概也沒辦法打贏 他也沒打官司 因為那個不當的定義 很難定義 那他這裡面就追討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講的那個合作 那個民眾服務社 他追討了非常多 還有戲院 就日據時代轉回來的戲院 但是有兩個 他說很難討回來 像中廣 還有一個就是 後來賣給張榮發的中央黨部 他說那個叫不當黨產 對於國民黨的這個不當黨產 這件事情 那個定義 你可能到法院裡面打不完的官司 所以他沒有去 但是這裡面就我剛剛講了 他在那裡讓他們撥一層皮 因為那是2003年底 2004年要選舉 那他拼命的討黨產 然後那個要選舉 你要上台嘛 我還記得在立法院 羅明財就問他 你怎麼可以左邊討黨產 右邊要上他的台 因為那時候政務官要去幫忙宣講 他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那個非常激烈 因為他讓國民黨撥了一層皮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不當黨產 還要繼續聲討 這個財政部長 或是這個內政部長 必須要有很大的魔攻 那我的過度 所以最了解國民黨黨產 要增壓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林權 他們以前台大經濟系的 這個所謂的教授們 他曾經寫了一本 叫做黨國的資產 他們以前就曾經狠狠的 清算過這個 把國民黨的黨產多少東西 其實因為他曾經在台大經濟系 當過老師 其實那一批老師 包括陳思夢老師 他們都非常了解 大國資本主義 陳思夢 大國資本主義 那本書叫黨國資本主義 他們都非常了解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包括我們後來看到說 元大不是併下了富華 對 這有一個故事 可能我是第一手直接接觸了 就是說當時這個 我們現在國發院那塊土地 其實他本身是學校的機關用地 對 結果機關用地竟然當時由汪海清 竟然國民黨的這個大佬 他竟然拿去富華銀行貸款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銀行貸給這個機關用地 這是違法的 那時候林犬本來下令要查 查這個事情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著手 抓到了 你竟然可以拿這種所謂機關用地 去銀行借錢 而借錢的機構是黨營的富華銀行 然後左手套 左手套跟右手套 彼此互相串聯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當時就是要逼國民黨 因為這個富華 其實是國民黨非常大的金庫 所以那時候就是要逼國民黨 就是斷他們的財源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讓富華停掉了 給國發院的這個貸款 結果一停之後 你知道後來當然不得不 就是說富華還是拱手 然後結果就是變成 因為馬英九要出清黨產 對 然後就是變到這個原大 可是他後來是把這個土地 就是到馬英九時代 賣給了現在的原地建設 可是在整個當時逼富華 做一些違規的事情 全部攤開來的 其實是林犬 那林犬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說 林犬還有什麼事情 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廣告之後追蹤 看到沒有 如果說這個人 有牽手觀音的話 那林犬是要幾隻手呢 好了 那看起來小英心 應該是歸在林犬 那林犬還在哪一個什麼事情呢 背後有許多故事 還有他的競爭對手 恐怕還有包括陳菊 還有游熙坤 還有林犬還有其他人 我們都來超級比一比 等我聽聽看 還有什麼秘辛 謝謝你